最新股市新闻更新 最专业机构分析观点 最权威人士解读 大家好 欢迎来到安底大鲨鱼的美股投资频道 我是Alex 今天是3月28日周一 继两周的上涨之后 本周的股市是小幅的下跌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受到摩根大通和雪佛龙亏损的拖累 下跌了273点 跌幅0.78%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约0.4% 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下跌约0.12% 债券交易仍不稳定 周一早些时候 五年期的美国国债收益率 升至了2.6361% 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跌了不到一个基点 至2.6004% 部分美国国债收益率曲线出现了倒挂 进一步引发了对经济衰退的担忧 但是交易员们普遍关注的主要收益率差 也就是两年期和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差 目前仍为正值 那全球债券市场正走向自二战实施马歇尔计划以来的最糟糕回报 随着收益率曲线趋平 银行股周一是小幅走低 摩根大通下跌了1.9% 富国银行下跌了2.7% 高盛和美国银行均下跌了1% 本周投资者是继续关注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的进展 两国的和平谈判本周将继续进行 两国的代表团周一前往土耳其 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对记者说 谈判可能是在周二回复 受其影响油价周一下跌 美国的西德克萨斯中止原油期货下跌了9% 至每桶105美元左右 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7% 至每桶111美元 能源类股和油价一同下滑 周一特斯拉的股价是上涨了超过7% 原因是有消息称 该公司希望将股票拆分 以便向股东派发股息 备受关注的阅读报告将于周五发布 道琼斯的数据显示 经济学家预计3月份新增46万个就业岗位 失业率将降至3.7% 相比之下2月份非农就业人数增加了67万8千人 失业率为3.8% 考虑到本周是季末的背景下 有很多的其他不同的因素会影响 但是股市在收益率曲线迅速上升的情况下 仍然保持平稳 显然股市的主要趋势还是上涨 那上周标普500指数在200天移动平均线上方的交易 应该是短期上升趋势恢复的信号 标准普500指数目前已经突破了其短期的回档位区间 也就是4447到4530点 那支撑位呢 是在4393到4336点之间 那上周呢 它已经突破了这个区间的上限 所以只有收盘低于4130点 应该才会改变标准普500指数的短期趋势 但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呢 是非常的小 那今天呢 我想和大家来分享一篇来自美国银行 对股市前景的一个分析 因为这篇报告的分析呢 和我在前几期视频中给出的判断呢 有些部分是不谋而合的 就是对4月份的走势 从短期走势的分析上呢 我觉得是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参考的 那如果对于长期的分析也和你的观点一致 那这篇报告呢 又给了你一条佐证 当然对于资金面 热点板块和热点个股 我们的会员视频中呢 会给出详细的分析 因为就算是上涨趋势 股票也是有涨的 也有不涨的 有涨的快的和涨的慢的之分 那2022年本身就很难做 如果不抓住有限的获利机会呢 那整年的获利就会变得更加困难 但是如果你掌握了一些操作的基本的技巧 其实就算在下跌中获利 也不是很难的事情 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份报告 那他说呢 闪烁的买入信号 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卖出机会 股市本周发出了反向买入信号 这在过去曾导致股市迅速上涨 美国银行的看涨看跌指标 自2020年3月18日以来呢 首次跌至了2.0的水平 美银表示 尽管未来几周可能会出现股市反弹 但对投资者来说 这将是一个史诗般的 也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抛售机会 那美国银行上周五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在第一季度跌幅高达12%之后 希望股市继续上涨的投资者 可能会在未来几周得到同样的回报 那这份报告呢 是以麦克哈特尼特为首的 一个策略师团队 在周五的FLOW SHOW报告中表示的 那这也是美国银行反向指标所暗示的一个建议 我想这个很多人可能是非常熟悉 这个就是美国银行的专有指标 那衡量的是投资者的股票买卖 是否是在0到10的一个范围内的波动 那越接近0呢就是最不看跌 越接近10呢就是最看跌 那该指标遵循这条规则 就是当投资者的情绪超过80呢 就是卖出股票的信号 当低于20呢就是买入股票的信号 那该行广受关注的牛熊指标呢 上周是2.3 那本周的指数已经跌到了2.0的买入水平 那从历史上看 这一指标曾为全球股市带来了 强劲的三个月的远期回报 那上一次出现反向买入信号 是在2020年3月18日 也就是新冠肺炎爆发后 股市触底的前几天 那麦克尔哈特尼特领导的 这个策略师团队他指出呢 是自2013年以来 该指标就出现了8个此类的 反向买入信号 那最后一个是发生在2020年3月 他们的回溯测试显示 在发出买入信号的12周内 全球的股市是上涨了8% 那全球股市的表现是优于IG 也就是投资级债券 那高收益债券的表现呢 是优于政府债券 自3月13日 也就是上一次的美国银行基金经理调查之日以来 标准波尔500指数已经上涨了超过8% 在他们看来呢 3月份的强劲上涨可能会进一步的测试高点 那他们认为呢 这些收益呢 是在投资者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担忧 美国经济的一些混合性的信号 以及美联储决心遏制通胀的情况下发生的 那本月的上半月呢 股市是受到了 对一个多月前就开始的冲突的担忧 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全球经济影响的一个困扰 那反向买入或者是卖出信号背后的想法 或者是说逻辑 是违背或者是说反向于群众的智慧 在其他人最终跟随你之前 做与其他人正在做的相反的事情 那美国银行的指标显示 基于各种内部市场指标的极端看跌情绪 表明股市的抛售已经接近耗尽 随着买家开始重拾势头 那股价呢也可能会走高 美国银行牛熊系统追踪的一些指标是包括 投资经理的现金水平 基金的债券和股票流出量 以及股票的广度 也就是在市场整体上行或下行趋势中 股票平均的参与度 那他这里也说了 据美国银行称 自2013年以来牛熊指标已经发出过8次信号 自2002年以来 这一信号为全球股市带来了 三个月远期的收益率中值为8% 那在美国银行发出反向信号后的几个月里 股票的表现往往是强于债券 高收益债券的表现呢 往往是强于政府债券 这表明未来市场环境可能转向风险偏好形 但美国银行表示 未来几周股市的任何后续反弹 都应该被视为一个巨大的抛售机会 那该行表示呢 这是因为通胀上升 利率上升 和企业盈利增长放缓的持续冲击 那意味着2022年标准普尔500指数 更有可能是低于4000点 而不是高于5000点 那至于就是这个逆向的买入信号呢 哈特尼特的这个团队警告说呢 它有一个到期日 那他们对2022年的基本看法就是 投资者今年将承受通胀利率和经济增长的冲击 那导致第二季度出现强劲的抛售机会 对于标准普尔500指数呢 他们认为今年跌破4000点的可能性 要高于5000点的可能性 那美国银行预计这些冲击不会很快好转 并指出近期的生产者价格指数显示 未来几个月可能会创下新的通胀记录 与此同时呢 由于美联储强烈考虑在下次会议上加息50个基点 利率冲击可能会进一步加剧 那美国银行解释到 资产价格是由两件事驱动的 而且只有两件事 就是利率和收益 那该行还发现在过去的一些时期 当通胀和利率飙升时呢 利润增长就会减速 而股市陷入困境时 这种情况就发生了 根据美国银行的数据 在这段时间里 标准普尔500指数艰难挣扎 在1969年 1974年和1977年 分别是下跌了 百分之十一 百分之三十和百分之十二 但美银表示 投资者可以通过降低他们的回报预期 持有小型股 成长型股 欧洲股和战略利益股 来应对2022年整个紧张的宏观背景 美银表示 每个国家都有具有战略意义的公司 那这些公司将以国家利益的名义 得到决心保护选民免受地缘政治威胁的政府的青睐 那以上呢 就是美银上周五的一份报告 那其实呢 这个买入信号是比较滞后的 那在这之前 我们就早已经从左侧给出了买入的信号 可以说呢 我们已经获利一圈了 那这个就是一个右侧的买入信号 那它的意思呢 就是虽然这是一个买入信号 但是上涨的空间是有限的 那时间也是有限的 那同时 基于他们的分析 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卖出的信号 意思就是 你的操作要更注意节奏 更倾向于及时获利了结 因为他们认为 股市的上涨幅度和时间都是有期限的 好了 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些 更详细的未来市场趋势变化详情 以及投资策略的制定 请关注我们的会员视频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